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针对这个沙登实力更半案 巴萨半迁的问题 西门国州议员 特别是国宾兴及欧阳汉 在处理整个半迁的工作上 非常的不妥当不透明 所以造成许许多多的小贩们反对 或者反弹就不满 西门政府 特别是写州政府 强调的就是CAT 就是Creativity, Accountability 还有Transparency Creativity就是说要有信用 但是欧阳汉华在之前在报纸讲 所有的小贩们同意搬迁 那个是外戚事实 Accountability 完全不负责任处理这个小贩搬迁问题 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议员 一定要把半迁的地点安置到好 而且是适合小贩们的经营 现在这个新临时巴萨 这个地点是不适合不安全 甚至不适用 所以小贩们肯定是不认同这个地点到来 这里的居民也有向我反映反对 在这里安置这个巴萨 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问题 parking问题 排水系统问题 居民进出口的问题 污染的问题 抽卫星天 种种的一个大问题 不只是在这个巴萨周围地区 整个沙登这个地区也是 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毕竟加兰SK601 是我们沙登新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路 这条道路连接所有新村的居民 进出加兰巴萨大街 去沙登岭 去补种 去吉隆坡 还有这里将会送孩子去 沙登新村的一校学校 沙登新村的中学 包括很多的这个工业区 在这个巴萨周围地区 都是由这个进出口 所以这个地点 是肯定是不恰当 不适合 所以在它安置这块面呢 是不预深的 雪兰儿沙登新村 早市巴萨风波 持续延烧 马华普总区会 更列举欧阳汉华 在临时巴萨施工期间 所犯下的种种错误 透明化 完全是没有透明化 没有很清楚 说明解析 或者是小汉们来说明会 来咬名它说 小汉们同一半天的 证明呢 在处理这个工作方面 是有点黑箱作业 没有透明 去处理这个小汉的安数 所以今天可以看着 有些小汉也拿不到来生 有些小汉也拿不到这个 搬来这个潜力 甚至他们也面对种种的问题 完全没有一个交代 说明新建的巴萨是怎样的 没有一个蓝图 一个计划 甚至一个汇报会 所以对于这个小汉们 是很担忧的 毕竟小汉们在这里经营了几十年 而搬迁的时间不是三两个月 是搬迁的时间是超过三五年的时间 三五年的时间 欧阳汉华已经不见了了 或者是它已经不执政了 或者是这个整个环境不同了 可是那个也不固责了 所以也影响这三年的小汉们的生机 我肯定的就是欧阳汉华 这个火冰性火冰性在处理这个沙登 实力跟巴萨搬迁的问题 没有良好妥协这个执行 不透明的去进行 造成小汉们的不满 更重要呢 完全没有听起小汉们的心声 听起小汉们的这个问题等等 所以他们是不负责任 而且是对不起沙登的显民居民 不只是小贩 所以他应该向这个小汉们 向沙登的居民道歉